桃花屋里刚刚诞生的全新业态 在这儿你可以尽情诉说 也可以耐心聆听 现在带上想告别的东西 跟过去的或者未来的自己 一起来聊天吧 哇 习哥到了 习哥那儿呢 那全员到齐了 开始了啊 一人一句的啊 一个句号算一句吗 行 好 一直觉得 这个世界上的告别仪式挺多的 他们笑了 大家进入一种悲伤的戏份啊 对对对 你再来一遍 一直觉得 这个世界上的告别仪式挺多的 比如喝一场大酒 比如一场旅行 又或者情不自禁地 在车站大哭一场 可是后来才知道 人生中大部分的告别 都是悄无声息的 甚至要很多年后自己才明白 原来那天的相见 竟然也是最后一面 此后 即便不是隔山隔水 也没有再重逢 在那些没有结局的故事里 好像都少了一个认真的告别 少了一句郑重其事的再见 所以今天 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仪式 要成立一个告别空间 你可以把一件物品留在这里 在这里 可以郑重地跟大家 说出你心里那个故事 和那件事 那个人好好说一声再见 括号 此处为重点 同时 这个告别空间 也会持续留在桃花屋 给以后来桃花屋的人参观 同时 他们也可以留下一个 与他们有关的物品和故事 让告别延续 未来继续 然后我们今天抽签来 决定谁先来告别 8号 11 今天我们所有在这里 告别说的话呢 都会被录音 然后做成一个二维码 扫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听到你告别的内容了 我是一 我刚说我上次坐一会儿 我是一 那么我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了 好 大家好 我是略琴 今天我要告别的这个物件呢 是一件衣服 是很多年前我逛商店的时候看到的特别喜欢 但是我根本就穿不进去 然后我就一直在激励 我说我要减肥减肥 我要受到能穿进这件衣服 大概有三四五年过去了 我现在离这件衣服已经越来越远了 就是我觉得 哪怕我穿不进去这件特别特别小的衣服 我也是好的 也是被大家喜欢的 我可能以后还会减肥 但是我就只会为了健康 而不是为了一件我根本穿不进去的衣服 所以今天跟这件衣服说再见 好棒 哪件衣服呢 好棒啊 这这太这童装了 你哪里来的自行车啊 它有弹力 它是有弹力的 就是那种你知道我漏肚鞋的 还是那种贼瘦的 然后你就穿进来 然后你就这样 就只都到胸着 然后肚鞋都是漏的 那我还是期待你可以看到你穿这一件衣服 对 闪开 那我那我还再见吗 等哪天你瘦到那个时候的 那我再把它取回来 对吧 我先暂时跟他告别一下 好 哈喽 大家好 那我是一个就是特别不喜欢告别的人 因为一定要选一个告别的东西 所以我带的是空气 我还以为你想死呢 孟姐 空气都告别了 对啊 我孟姐 不是 严肃一点 孟姐很幽默的 幽默哈 事情幽默 我又再也不呼吸了 如果我的这一番告别词 可以给大家带来欢乐的话 那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告别一切不开心的事情 谢谢大家 哇 空气 当了屋长 这漂亮话说的是不一样了 你看 下个 哇 妈呀 他告别他的声音了吗 哈哈哈哈 一个歌手告别了他的声音 别搞笑别搞笑 你好 我是王苏龙 现在你看到的这件物品 不用我解释 你也知道 它是一双拐杖 2021年 我做了一次半月版的手术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因为我现在已经做完手术了 希望我可以 比较顺利的恢复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妈妈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环保 所以今天我要告别的东西就是 塑料 谢谢 我这次要告别的东西是一个沙漏 我的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个周边吧 后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这个团队分开了 但是每当我看到这个沙漏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想要祝福他 因为他还会继续在这个独立音乐的领域去工作 我其实在心里更多对他是感激 我今天带来要告别的东西 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场记版 大家小心 收工 卡代表我读书生涯的结束 同时呢也是一个action 代表我新的人生开始了 我要长大了 虽然我不想长大 但是我必须要长大 我今天准备的是一瓶水 还有 有一个我的睫毛 里边还有一根头发 还有一根腿毛 还有一瓶就是我喝了一小口的水 因为每一天我们的毛发会离我们而去 但是呢也会有新鲜的水分 新鲜的细胞物质进入我们的身体 它们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们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怀念 纠结停留 与昨天我所期待的永远是下一个明天 这大罐跟着我很长时间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打小就特别喜欢做粉的 后来呢 我搭档颜合强 他跟我说呀 哎呦 这个大脸 我那粉大罐洗坏了 这个以后 这个粉大罐我穿不了了 那我们这个搭档之间呢 通常都是穿同样颜色的大罐 他那穿不了呢 我这基本上就废了 不过现在我觉得可能25了啊 也该成熟起来了 不如呢 就把它留在咱们桃花屋里 做一个纪念 我呢 展示一下这个大罐的叠法 哇 好漂亮 好帅啊 好帅啊 我的宝儿 好 谢谢 把它存起来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张照片 十三年前的自己 可爱 对 很可爱啊 然后我为此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欢欢 十三年了好久不见 我好想你 经过了这么多年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2012年 写的一封信 哇 题目是 写给未来老婆 希望你懂得 如果 如果可以选择 我希望死在你的后面 因为我要照顾你到最后的一天 如果可以选择 我愿意在你死后的三天 离开人间 因为 我需要时间 把最后的事情做完 第一天 我会安排好你的后世 入土为安 第二天 我会给孩子们交代最后的遗言 第三天 我要仔细地把每个角落都找遍 确保不要把你任何的需要 遗忘在人间 如果可以选择 我请你慢些走 尽量地慢些走 因为我需要时间把你追赶 我怕你过度悲伤 一路亮枪 我怕你先与我喝了孟婆汤 这就是我临终最后的要求 我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请求 让我最后一次为你安排左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谢谢大家 好浪漫啊 杰哥 我都想哭了 真的 太难过了 这是一首诗啊 三文诗 我把这封信留在这儿 留给蔚来 好的 放在这儿 上面写了 to you 杰哥 杰哥 你太可爱了 太感动了 谢谢 我对杰哥印象比较深 因为杰哥写那么长 他到现在还没有退嫁 我很好奇 杰哥为什么没有老婆呢 怪他 对啊 我问你呢 杰哥 杰哥为什么没有老婆呢 而且他明显很渴望有一个爱人 然后他写那个又深情 但他这也没有老婆 对我 然后对他台上非常深刻的好奇 他从来不告诉我们 他跌倒多大了 哈哈哈哈